我是摇滚乐的铁杆很早就磕到骨头里面了 这个爱好对我学吉他非常有帮助 可以说没有他我可能不会从事这行 我很小就学古典琴 和现在小朋友一样 不主动按部就班老是说啥就是啥 练琴只是完成任务 直到稍微长大点了 偶尔听了一段音乐 一样乐队的灰色轨迹伪咒说了 当时就傻眼了 心想吉他能弹这么好听了 一下就迷上了这个乐队 疯狂听他们的歌 找他们的演唱会看 练琴态度也有了180的转变 不用任何人催我 越练越起劲 一天不弹就手痒 到后来听国内的欧美的听得越多 练琴的动力就越强 尤其是他们那些经典的吉他段落 我又想弹 又不像现在什么谱子都有 只能靠自己反反复复听 然后把谱子写出来才能弹 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 我慢慢学会了写谱爬带转调 包括机型演奏就那么几年时间 并不是某个老师 某本教材教会我的 是我自己主动学的 我喜欢的乐队 吉他手 吉他大师 都是我的老师 我之所以经常强调 不要依赖任何老师或者课程 这些再好 你自己不主动 都是白瞎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喜欢的 那就去找 乐队啊 民谣歌手啊 不一定是摇滚 能让你练琴有动力的 都行 通过不断的学习 模仿 钻研 你才能玩得像点样 我来帮忙的